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来看看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 拜登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 坚决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并将辩论中的糟糕表现归咎于糟糕的夜晚 他强调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让他退出总统竞选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集会上猛烈抨击了特朗普 并警告说特朗普的胜利将威胁美国民主 然而 来自党内的压力越来越大 包括马萨猪塞州州长犀利敦促他重新评估 是否仍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特朗普则挑战拜登进行无限制的辩论 进一步加剧这场政治对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那个秋天的黄昏 看似平静的美国政治舞台掀起了一场风暴 你可以感受到整个国家的紧张气氛 尤其是在乔 拜登接受ABC新闻的乔治 斯蒂芬·诺普洛斯采访后 这是拜登自上周宇唐纳德 特朗普进行那场臭名昭著的辩论后 首次公开现身 他的采访片段在媒体上迅速传开 让人们深感这场选战的激烈与复杂 拜登在访谈中坚定地表示 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让他退出总统竞选 这句话让人联想到他内心的坚毅不屈 在长达22分钟的未剪辑访谈中 拜登首次承认了自己在辩论中的糟糕表现 但他将其归咎于生病和缺乏睡眠 他坚决表示自己不会退出竞选 当斯蒂芬·诺普洛斯问他是否会在确信 无法击败特朗普的情况下退出时 拜登果断地回答 如果全能的上帝下来告诉我乔 退出竞选 那我就会退出竞选 但全能的上帝不会下来 这些都是假设性的问题 整个访谈过程中 拜登回避了是否愿意接受 包括神经和认知测试在内的 独立医学评估问题 他说 我每天都在接受认知测试 我在管理这个世界 他似乎暗示繁忙的日程 是他不需要进一步测试的原因 拜登强调 美国民主的命运在2024年选举中处于危险之中 并将特朗普形容为一人犯罪浪潮 提到特朗普对堕胎权力的威胁 以及在枪支暴力危机中反对枪支管制措施 拜登的坚持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讨论 悉尼《陈锋报》 报道称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 充满活力的集会上猛烈抨击了特朗普 在那次集会中 拜登尽管出现了口误 但还是强调了他对2024年选举的决心 他向群众宣告 我击败了唐纳德 特朗普 我将在2020年再次击败他 他再次强调如果特朗普获胜 美国民主的命运将岌岌可为 在集会中 81岁的拜登试图向他的党派保证 他能升任这项任务 这使得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暗示总统必须服用性能增强药物 《华盛顿邮报》 报道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杰森 米勒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你们的辩论团队应该在辩论之夜使用这种伎俩 这样的言论无疑加剧了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朗普的回应也不甘示弱 他在社交媒体上挑战拜登进行无限制的辩论 并声称这将震撼一切 同时 特朗普的盟友和2025计划 正在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制定详细计划 这些计划包括重新开始地下核武器测试 这可能会在当前的政治动荡中引发全球军备竞赛 然而 拜登并未被这些挑衅言论所动摇 面对压力 他再次回避了有关接受神经和认知测试的问题 并表示 看着我 这场竞选还有很多时间 超过125天 他坚定地表示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这不会发生 拜登誓言将继续竞选 并表示自己是最有资格击败特朗普的人 并知道如何完成事情 在这个关键时期 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 希利也向拜登发出了呼吁 CNN报道 希利敦促拜登仔细评估 他是否仍是民主党在2024年选举中 击败特朗普的最佳希望 希利在声明中表示 拜登总统在2020年拯救了我们的民主 并在过去四年中做得非常出色 我对他的领导深表感激 他补充道 无论拜登总统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致力于尽我所能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当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简短 但充满活力的演讲中 显得充满激情 告诉支持者 我不断看到关于年龄太大的旧故事 我并不太老 无法创造超过1500万个新工作 我并不太老 无法将第一位黑人女性送上美国最高法院 签署 婚姻尊重法 或签署30年来最重要的枪支安全法 这样的言辞让支持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拜登一直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 但他坚定的态度和对未来的信心让支持者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最终 这场选战将如何发展 谁能成为白宫的主人 仍有待观察 然而 拜登的决心和毅力 无以为这场选战增添了更多的变数和悬念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再一次关键的 ABC新闻采访中 乔·拜登坚决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并将其在辩论中的糟糕表现 归咎于 一个糟糕的夜晚 他在接受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的访谈时强调 只有 全能的上帝才能 让他退出总统竞选 这是拜登自与唐纳德·特朗普 进行臭名昭著的辩论以来的首次公开采访 在这次长达22分钟的访谈中 拜登承认了自己在辩论中的糟糕表现 但他坚称生病和缺乏睡眠是主因 而非认知问题 当被问及 是否愿意接受 包括神经和认知测试在内的独立医学评估 并将结果公布给美国人民时 拜登表示 他每天都在接受认知测试 并且他在管理世界 他暗示 繁忙的日程安排 就是他不需要进一步测试的原因 拜登还在威斯康星州的 一场集会上猛烈抨击了特朗普 尽管他在演讲中 仍然出现了一些口误 他强调2024年选举的重要性 并警告如果特朗普获胜 美国民主的命运将岌岌可危 此外 拜登在接受访谈时 再次回避了有关接受神经和认知测试的问题 并表示这场竞选 还有很多时间 他坚决表示自己 不会退出竞选 并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击败特朗普的人 在另一媒体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报道中 拜登强烈回应了那些 试图将他赶出2024年选举的人 他声称 上周的辩论只是一次糟糕的夜晚 并不代表他有更严重的认知问题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 强调他不会让90分钟的辩论 抹去他三年半的工作 他表示自己会继续竞选 并再次获胜 面对来自民主党人 捐助者和顶级盟友的压力 拜登私下承认 他只有几天的时间 来挽救他的候选资格 为了重新调整 拜登竞选团队 启动了一个 价值5000万美元的媒体宣传活动 并计划在摇摆州 进行一个月的访问 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短暂 但充满活力的演讲中 拜登试图向他的党派保证 他能胜任这项任务 这促使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暗示总统必须服用性能增强药物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挑战拜登进行第二次总统辩论 建议这应该是一场无限制的比赛 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希利 则在CNN的报道中 敦促拜登仔细评估 他是否仍是民主党 在2024年选举中 击败特朗普的最佳希望 希利在声明中 表达了对拜登过去 四年领导的感激 但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选举 因此需要拜登做出决定 确保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最佳人选 这些事件背景 反映了拜登在竞选过程中 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尤其是关于他的年龄和健康问题 尽管有不少批评和担忧 拜登仍然表示 他将继续竞选 并强调他的政绩和经验 是他能够再次击败特朗普的关键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拜登拒绝接受认知测试完全合理 他是美国在位总统 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成绩 他在2020年大选中成功击败特朗普 并在任内推动了多项重大政策 包括应对新冠疫情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绩 难道一个认知测试能否定这些努力 这简直像是在说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 需要再次考虑他能否煮熟一个鸡蛋一样荒谬 嗨 我是谢奇奇 拜登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这确实让人担忧 毕竟他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了 认知测试本来就是为了保障总统能够升任这个重要职位 难道我们不该知道总统是否有能力应对巨大的国内外挑战吗 再说了 拜登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透明横负责任 这次拒绝接受测试是不是有点字打脸的感觉呢 拜登拒绝接受认知测试不代表他没有能力 想想伟大的政治家 如丘吉尔 他在二战中饱受压力和批评 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最终带领英国取得胜利 拜登面临的压力也同样巨大 他的政治经验和判断力远比一个简单的测试更能证明他的能力 而且拜登在过去三年半的成绩以及他的一系列政策 都证明了他的能力和智慧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拜登是丘吉尔转世一样 但我们不要忘了 丘吉尔当时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与拜登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拜登在最近的辩论中表现出疲惫和困惑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就像一个飞行员 在起飞前要做许多检查 确保万无一失 拜登要是这么确信自己的能力 接受测试反而能够打消大家的疑虑 这才是透明很负责任的表现呢 谢奇奇 你这倒让我想起唐吉赫德 他总是把风车当成巨人来对付 拜登并非在回避检查 而是在用他的行动和政策来证明自己 他推动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经济救助 他还签署了基础设施法案 并在国际舞台上重建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如果这些成就还不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那真是天下没有一个合格的总统了 楚天书 你这可真是给拜登戴高帽了 但现实是 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确实让人担忧 就像你说的 这些政策成就确实值得肯定 但这并不能替代一个基本的健康检查 难道我们要等到他在任内出现重大健康问题 才来后悔吗 这可不是在打游戏 这是美国总统 世界上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我们需要确保他能够升任这个职位 这才是对美国人民负责的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嗨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时间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美国总统乔 拜登最近在ABC新闻上的采访 他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还试图将之前辩论中的糟糕表现归咎于一个糟糕的夜晚 这场采访可是热闹非凡啊 拜登坚持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让他退出竞选 这话说的可是相当硬气 他认为自己在辩论中的表现只是因为生病和缺乏睡眠 但这次糟糕的表现可让不少人对他的健康状况和竞选能力产生了怀疑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也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 宣称自己将继续竞选 不会因为辩论中的一时失误而放弃 老拜登可是相当自信 他还暗示了特朗普的种种问题 从伪造商业记录到性侵案 拜登毫不客气地称特朗普为一人犯罪浪潮 这番话说的够直接也够犀利 不过拜登可是矢口否认会接受神经和认知测试 他说自己每天都在接受认知测试 因为他在管理这个世界 这话要是放在漫画里 那拜登大概就是个超级英雄了吧 但现实中这样的回应并不能让所有人幸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悉尼尘风报的报道 拜登面对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他退出竞选 他坚持上周的辩论只是一次糟糕的夜晚 不会因此放弃竞选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讲中强调自己三年半来的工作成绩 并表示他将继续竞选 并且会再次获胜 这段话一出 现场支持者的呼声可是相当高涨啊 拜登还在采访中承认辩论表现不佳 但他强调这只是一次失误 并非严重的健康问题 他的竞选团队也启动了一系列活动 试图重新获得选民支持 拜登还特意提到自己在民主党初选中的胜利 强调自己是最有资格击败特朗普的人 可以说 他的这番话是给自己打了一记强心针 也是在向支持者们表明立场 他不会轻易退场 然而 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 犀利却敦促拜登重新评估是否继续竞选 他认为拜登应该听取美国人民的声音 仔细考虑是否仍是民主党击败特朗普的最佳希望 犀利的这番话可是点到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 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总的来说 拜登在这次采访中姿态强硬 坚持自己不会退出竞选 并试图把焦点转移到特朗普身上 虽然有不少人对他的健康状况和竞选能力表示担忧 但拜登的支持者们仍然对他充满信心 这场竞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场政治大戏如何发展 好了 今天的六博士时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继续关注这场美国总统竞选的热闹大戏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